常常听到吃东西要营养均衡 但是要怎么吃,吃多少才是均衡呢? 国民健康署针对素食者推出素食饮食指标 提供素食民众最适宜的营养建议 很多人觉得吃素会营养不均衡不健康 但其实是一般人开始接触素食会不知道该怎么调配 只懂得吃青菜豆腐 加上重油重咸的烹调方式 自然吃不出健康的饮食习惯 素食饮食指标去除鱼肉类改以豆蛋类取代 并将豆类与蛋类分开 让素食者可以个别参考 不过一般人看这些资料可能无法整理出适合自己的饮食内容 因此台湾素食营养学会特别设计一款我的健康素食蓝图 可以让民众输入自己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与活动量 自动帮您计算出每天该摄取的素食种类与分量 不过素食营养学会也提醒 计算出的内容仅供参考 如果有任何疾病或是营养方面的问题 还是寻求专业的营养师以及医师 素食饮食指南则针对饮食作出下列建议 依全骨杂粮为主食搭配豆类更好 穀物在加工过程会流失许多营养素 所以建议选择全骨杂粮类 分量至少达三分之一 而豆类主要提供蛋白质 与骨类蛋白质组成不同 两者一起食用能达到互补作用 避免必须氨基酸缺乏的情况发生 二烹调用油常变化 坚果种子不可少 油脂除了注意摄取量 也要注重油的品质 减少不好的饱和脂肪酸 增加好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即适量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坚果种子类含有植物性蛋白、脂肪 维生素A1及矿物质 因此建议每日应摄取一份坚果种子类食物 同时多样化选择 三、深色蔬菜营养高 古早紫菜应俱全 深色蔬菜有较多的维生素与矿物质 所以每天至少要摄取一份 而人体所需维生素B12 则可从藻类像是海带、紫菜中摄取 另外,菇类在栽植过程中能形成维生素D 也是建议每天需要摄取的食物 四、水果正餐同时用 当即在地份量足 水果类提供糖类 膳食纤维、维生素C、矿物质及质化素等营养素 建议在三餐用餐同时摄取 并选择在地当即的盛产水果 五、口味清淡保健康 饮食减少油盐糖 日常烹调应减少使用调味品 并多用蒸、煮、烤、尾波代替油炸的方式减少用油 每天盐份摄取限制在6公克以下 少用含钠量较高的调味品 而像是蔗糖、果糖、葡萄糖等精致糖类 营养素较少 吃太多容易产生过多热量造成肥胖 每日摄取量应占总热量10%以下 六、粗食原味少精致 加工食品胜选食 加工与精致食品 制作过程会让营养流失 所以还是建议能多吃圆形当即的新鲜食物 七、健康运动30分 适度日晒20分 最后运动当然是不可缺少的 每天运动30分钟不但让身体健康 也能维持体态、有效管理体重 晒太阳则是吸收维生素D最有效的方式 如果不适合日晒的民众 可以从饮食补充品来摄取 针对无法每日饮食均衡的民众 人间福报的福报够 也严选专为素食者研发的 营养保健补充品 补足如素者较容易缺乏的七大营养素 并选用植物性胶囊 全素食者也能安心食用 相关资讯可参考影片下方资讯栏 人间福报综合报导